最近有一款叫webtools的powerpoint的插件横空出世 上面集结了海量的网络资源 可以帮你又快又好的制作出漂亮的幻东片来 那今天就给你介绍一下这款插件如何使用 安装好之后webtools工具就出现在了选项卡的最后边 好 我们看到上边有非常多的网站 这样我们就再也不用去浏览器的收藏夹里 去找这些素材网站了 我们来看都有什么功能吧 首先很多朋友要去下载模板 可以来到officeplus.cn 这里有非常多免费的powerpoint模板 做的都非常有设计感 找完模板之后我们来配图 我在这里准备了谷歌 beeing还有百度的配图 这个排列顺序也是我推荐的顺序 那如果不能用谷歌 我强烈建议使用beeing搜图 好 再来看下一组功能 设计灵感 这个顺序排列也是我推荐的顺序 如果pinterest和dribble用不了的话 那么可以使用花瓣网 想要设计一些特定的版面 比如说我们要做一个时间轴的设计 那你可以先来到这里 看其他摄影师是如何设计的 从而汲取灵感 好 再来看下一组 免费可商用的大图 依然是准备了三组 我最常用的就是pixabay 在这上面你可以用中文 也可以用英文搜索 比如我们来搜索一些办公室的照片 除了搜索照片 我们还可以搜索视频 这些视频依然是免费可商用的 用这些视频我们可以做出非常高大上的动态背景幻灯篇 我们以前讲过 欢迎前去考古 好 我们再来看下一组图标库 我找了三个图标库 我经常用到的就是iconfont 这是阿里巴巴的素材库 在这上面可以找到非常多的图标 而且可以免费下载sv机格式 好 我们来找一个 好 我们下载为sv机格式的 下载好之后 我们将它复制粘贴到powerpoint当中 然后我们就可以选择它 给它自定义颜色了 好 我们再来看下一组png图 所谓png图就是png格式的图片 它的特点是没有背景 我经常用到的是pngtree 因为我是它的付费会员 我们在这里演示一个免费的cantpng 我们可以来试一下我在这里搜索科比的照片 得到的结果都是背景透明的png图片 好 我们再来看下一个功能组字体 如果想用免费可商用的字体 可以点击这里 那可以来到这个网站 网站的编辑为我们搜罗了全网免费可商用的字体 你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免费下载 再也不用担心字体侵权 有的朋友不差钱 想花点钱买一点好看的字体 但又不是那么有钱 能买得起方众或者汉仪的字体 那么我推荐使用字魂网上的字体 可以看到这是它的价格 相对来说还是比较便宜的 还有一个求字体的网站 来到这个网站 你可以上传这个字体的图片 它可以给你识别出这是什么字体 方便你去下载安装它 好 再来看一些没有分类的神奇网站 首先我们来看Adobe Color 用它可以完成色彩搭配 比如我现在要给星巴克做一份幻动片 我可以在这里输入星巴克 就可以找到星巴克主题的配色 我点开它 在这里可以复制这一串数字 想把这个色彩赋予幻动片里的元素 好 我们以这个图形为例 我们右键打开设置图形格式 好 来到填充颜色 其他颜色 在16进制这里粘贴我们刚才复制的数字 确定那这个颜色就被我们应用了 好 我们继续往下再来看中国地图 我在这里使用的是阿里云地图 这个网站非常良心 如果我要下载全中国的地图 那么只要来到下边 直接下载SVG 就可以下载全中国的地图 你还可以点击各个省份 进入各个省份的地图 甚至可以来到市级地图 比如我点击青岛市 现在我在点击下载SVG 那下载的就是青岛市的地图 好 我们将刚才的青岛市地图复制粘贴进来 想要编辑它 只要选择它 将它转化为形状 就可以编辑它了 好 最后我们再来看一个文字云吧 来到这个微词云网站 可以做出一些非常炫酷的文字云效果 运用到PowerPoint当中 可谓非常的震撼 使用方法也非常简单 我们点击创建 好 我们看到默认的 它会为我们创建一个新型的文字云 那这些文字是哪里来的呢 我们看左侧这里有一些文字 那你可以直接在这里修改 或者也可以导入文本 好 接下来我们来修改一下形状 我们点击形状 在这里面有非常多的形状 当然也支持我们自定义 好 我在这里就选择一个乔帮主的照片作为案例 我们chodoまで就可以得到一个乔帮主的文字云 我们还可以做一些调整 比如修改颜色 或者公改字体 最后怎么下载下来呢 只要点击下载到本地 免费用户可以下载这派格式 课金之后就可以下载任意格式了 点击一下就可以将它下载下来 好 以上就是web tools的使用教学了 实际上这款插件也是由精本正义本人开发的 如果大家觉得还不错 欢迎点赞 关注 支持一下 也欢迎你将这款插件分享给你的朋友 也许可以帮助到他们 好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所有内容 我们下期再见